金站公司3月1号招查扣3月8号再验出 同一包验单两孝旗辣椒粉和苏丹红 高市卫生局寄铁腕 勒令停业6个月 加法累计438万元 这批辣椒粉2万多公斤 流入全台九线市13家业者 检调追查源头 包含金站公司在内的10家公司 都是一名理性台商 用亲友名义在台设立 连中国也有同名字的公司 这间看似普通的民宅透天错呢 其实理性台商用亲友的名义 在这里开设8间公司 进口中国香料 且会规避检查 负变更以香港某公司之名义为出口商 持续制造陆地区进口辣椒粉原料 检方查出理性台商亲友 在高雄的10间公司 由登记在香港的船务公司进货 在台湾原货退关后 换成也是集团在中国的龙海同济再进口 台湾也会换一家公司进货 借此规避查器 而翻开这几间公司的违规记录 2021年加广跟海顺 辣椒粉都被验出了苏丹红 进口商一样是龙海同济 时间只差了一个月 2023年1月结展公司 辣椒粉验出黄麴毒素 3月釜山公司 辣椒粉验出苏丹红 都是同一间泰国公司进口 釜山 结展也在理性台商 亲友开设的10家公司内 甚至在107年被小谋方退货后 又将同逼货卖给另外的厂商 一个月内我们会把这些来龙去末 进口厂商它已经被我们禁止进口 本来是说三个月 也许三个月要继续往后演 对于乱象 卫福部长表示 再抓包违规进口的制造商 不排除永久禁止输入台湾 将扩大检验2021年起 效期内辣椒粉 供应商跟下游全都扫一遍 希望从源头杜绝问题发生 三星文综合报导